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雷神呢 就是我们平常大家知道的雷震子 就我个儿来讲 我觉得就是他 这个雷神在整个所谓八大正神当中呢 是第一个 天上打雷 同时他代表着天 对吧 火神 火神的概念就是有着是有着消毒的概念 水火不相容 这是人之常情 人之道理 水火相生相克 那水跟火 而在水本身在地球上 整个生命万物生长 靠这个水 对不对 那同样 水火无情 火却可以消灭 烧掉所有他能够看得着和看不着的东西 所以他们代表着是地 那瘟神直接冲人来的 瘟神可以冲着人 可以冲牲畜 积瘟 闹积瘟 养积的球全完了 对不对 那有时候鱼塘 池塘里面鱼 闹瘟疫 整个一堂鱼全完了 这什么口蹄病 牛 那就是针对牛 大家知道 在生命当中 开天辟地造人 人生于淫 禽生于淫 兽生于淫 所以在人 禽 兽当中 都有这种类似瘟疫的东西 它针对性很强 针对一个群落 积瘟 就是鸡 对不对 那叫什么口蹄病那时候闹 就是牛 所以在任何一个种群中 它有方向性很强的这种表现 方向性很强的概念 也就讲说它真正的就是瘟神 可是在人的环境中去解释呢 说它就是这个瘟疫那个瘟疫 但中外把瘟疫都看成是 背后有神的概念在其中 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 人在过去的选择中 他做的事情从而带来的某种 带来的某种结果 你现在在说什么报应 那个很多人听不了的 觉得你很那个的 你一点人同情心都没有 我就说占便宜的时候呢 他老牛叉了 这么大大叉 他吃亏的时候呢 他老脆弱了 也这么大 然后你好远劝他呢 说你干嘛不给点钱 给钱 给你钱对付瘟疫啊 就像习近平要动用陆海空三军部队 去打瘟疫 所以我为什么提到火神 雷神 火神 瘟神呢 习近平动了雷神 要了火神去打瘟神 然后他自己想的 他是中心 对不对 因为这三个样东西 是维尔他自己出来的 所以这是 人的方面他没招了 他自己动心思 但实在是招鬼上身之后 只有招鬼上身的东西 他在不解其意 但知道这东西管用 才会出此故事 刘伯文讲的什么 要问瘟疫何实现 但看九冬十月天 12月1号出现的 真正那前面 其实接的就是黑死病 那这个东西 他们之间是不是有关联 黑死病在北边 那现在看到的 非典在武汉 武汉九省通渠 变非常方便瘟疫的大扩散 而武汉发生的辛亥革命 当初出事情就是封城 所以习近平没走样 封掉武汉城 走到今天的场面 这是一个很显然的 所以真正能治毛病的 是治这个病的 就是你转变自己的心念 人会在这个环境中争取 这个争取那 它只是一个表象 但转变自己的心念 是根本所在 所以它贯穿的时间呢 有可能贯穿整个鼠年 那会造成大规模 所以这是一个 当唯一能够治愈的 就是习近平 习近平自己 包括他自己 否定掉中华人民共和国 以他自己的方式 灭绝掉中国共产党 我说以他自己的方式的意思 就是说 包括他自己被革命了 共产党没了 瘟疫就好了 就这么点事 跟大家分享几个 即时的视频 这是封楼去了 对吧 这是一个小区的楼 这是今天中国人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一切是自私的 求得自保的 那他封了楼什么意思啊 都死里头 那别传染我就成 对不对 甭管他以任何的名义 这是我们看到真实的故事 撤侨的正常国家的人 政府都去把人 从那个地方拉出来 把自己的人拉出来 就是这拉回五十三百一百 中间有多少疾病的 我拉回自己的国家去处理 日本人拉回了几百人 每一个人配一辆救护车 日本人口多少 这是英国 英国政府派去了飞机 撤出了他的侨民 英国政府同时帮助西班牙 和其他的国家撤出侨民 这是一个在这两天 传递很久的 在武汉的著名的协和医院 医生护士没有口罩 他们怎么办 他们把这个救护的医 就是那个救护医啊 给剪了 自己做口罩 他们没有防护服 自己穿上塑料布 当成防护服 环球时报辟谣 绝无此事 纯属谣言 协和医院 习院并没有因为物资短缺 影响正常工作 环球时报的头条 批谣 你信什么 这条消息 在网上传递了大概将近一天 对吧 你信什么 你信伟大的思想 习近平的思想呢 那习近平把医院叫做火神山医院 他也不敢叫习思想医院 他知道战胜不了 他请火神 然后 一哆嗦 一高兴 又要弄一个雷神 结果现在火神医院那还没建起来 打起来 这是我们看到的随接的刚刚出现的 在小区门口死亡的 呃 你看那个人在在在安凶了 这是另外一个随接倒地的 随接倒地 在武汉已经成为了简单的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这是在香港 香港已经出现了抢购潮 抢米 抢面 抢方便面 日本宣布 日本已经成功的从被感染的病人身上 把病毒分离出来 这是日本的新闻了 发这条消息的人呢 人说日本人太太牛叉了 太人性了 他刚把感染的人 就是日本侨民 弄回日本去 日本大概感染了十 七八个是十几个 那他确认的 而且在日本出现了本土 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本土的传染 所以日本的科技 日本的技术 和日本搭配着他 做人的态度跟标准 所有人都承认 日本人在礼节上 在这种人的文化跟道义上 和他的卫生上 举世瞩目 基斯道 美国著名的记者之一 疫情蔓延 世界为中国的独裁统治付出代价 这话得反着说 定义一尊的习近平思想 他实现统治 他的一带一路也好 中国制造也好 2025也好 华为也好 他就要统治全世界 世界要听他的 他要抓住世界的命脉 其实他成功的抓住了世界的命脉 因为1月20号 没有他的重要指示 就不能够把疫情的状况 公布于世 美国人采取措施 10天之后采取措施 但第一个病例是12月1号 所以习近平成功把这件事情 持发 重要指示 持发50天 统治全世界 全世界说 为此付出代价 是你们愿意的 是你不能够 在生命上认识中共之后 所带来的客观结果 中共领导人 有时看起来 就像三米多高的巨人 主持了一个庞大的政治 跟经济的体系 美洲创办一个大学 扩大高等教育 三年里用掉的水泥 比美国整个20个世纪 用到的都多 这就是伟大的习近平主席 这就是最了不起的领导人 这就是布隆伯格里面 老板说 他不是一个独裁者 而是一个真正的伟人 他把这样的一切 传播给全世界 为什么 让全世界今天的人 认钱 认钱不认生命 活在肉上 以各种方式 获得自己利益的人 从中受到教训 重新唤醒你 对神的敬重的 那一丝一念 我觉得也就这样 在文艺复兴时期 瘟疫持续四百多年 那个源头同样来自于中国大陆 在当时的明朝中也出现了瘟疫 他横扫整个欧洲 隔一段来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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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像长眼睛似的 他没重复 我没印象 当时黑死病在欧洲是重复的 没有 一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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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的欧洲是城邦国 就出现类似的场面 我觉得没什么可讲的 其实 在整个过程中 人们在苏醒 纽约时报是相当替共产党说话的 那他 作为他的老牌记者 他也意识到 灾难 开始放到了自己头上 放到了全世界人的头上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